今天對職棒界來講還是有一個好消息 這個好消息就是洪若和先生決定不解散兄弟相 然後撤換了總教練 讓陳瑞鎮出任總教練 後天開始就要求訓 我希望明年的職棒能夠如期開打 也謝謝洪若和先生能夠了解到棒球環境的困難 然後願意堅持下去 那也希望兄弟相加油 另外板檢又放出風聲 所以有一個重量級人士要到岸 那我趕快拜託板檢 不要再臨此職棒 不要再臨此這些球員 到底哪一些背後的黑道操控 整個賭盤 然後去脅迫利誘這些球員的重量級人士 通通把他抓起來 趕快不要再臨此整個職棒 讓職棒能夠繼續的開打 讓明年的職棒可以繼續的打下去 另外昨天我故鄉苦難的南投 又發生了民間大地震 這樣的一個七級的地震 我覺得是大地在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警示 是大地在給我們一個預告 台灣不可能逃避大地震 我認為昨天只是一個預告 還有大地震會再來 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能夠大義跟鬆懈 我在這裡要誠懇地忽悔我們的政府 除了剛剛田秋勤文提到的地資法要趕快通過之外 另外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成立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要包括結構技師 土木工程師或者建築師 然後要開始體檢我們台灣所有老舊這些微樓大樓要去體檢 否則的話未來的大地震造成的傷害一定不可小規 另外就是我們也希望地震的演習應該是非常頻繁 每半年三個月一次各縣市政府要重視 輪流去辦演習 讓民眾有那種預期的心態 讓民眾有危機感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我也希望各縣市一定要成立一個地震的防治中心 要專責機構的地震防治中心 地震是不可預測 地震不可預測但是可以預防 只要我們成立一個專責的地震防治中心的話 讓這個專責防治中心每一天都在亂 會讓所有的民眾對於地震都有危機感 也不會造成像昨天那樣的恐慌 所以我認為說我們台灣地震台風這些天災都不可免 但是政府只要做好準備 民眾只要有預期的心理有危機感 我們還是可以立抗大自然